街頭 野餞 好,回到第二節谷花台 繼續有Court和Anges在這裡 上節說到鹼 很juicy啊 其實都挺顏色的 選我是不是一個同志 是不是選擇呢 反正一碟炒飯和一碟橙色咕嚕肉飯 我一定是選擇咕嚕肉飯的 是 我不會選擇炒飯 因為炒飯對我來說是乾真真 那是不是一個選擇呢 但問題是炒飯 如果你沒有咕嚕肉飯 你會不會都OK接受 如果沒有咕嚕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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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一個荒島上面很老套 一個荒島上面一個男一個女 那你選擇當然選一個男人 如果他不是太八兩金的話 就算八兩金可以 當馬俊偉好不好 會被人告 馬俊偉 OK 另一個就是女神 OK 有一個選擇的時候 你當然選馬俊偉 多醜都可以選擇男人 但如果沒有男人 你選擇 清醒而已 只有女人 甚至很多個讓你選擇 那你行不行 不行的 其實不是所謂的選擇 不行的 因為 那你跟剛才的比喻不同 你剛才兩碟飯 兩碟飯 其實你都可以接下 這次是 你接不下 所以我不是說 應該是站在中間 那塊不是我的屎 會不會是因為我已經站在同志太久 其實我就是想說這件事 就是剛才我說 有分有一選 我可以選這件事 我想 不是所謂的選擇 而是 譬如你那種就是 所謂的 我們如果這樣看 其實是一個 比較偏向 可能先天性的 嗯 先天的 這個是你天生的一個 一個取向來的 一個這樣的傾向來的 OK 好 那到你長大的時候 你開始有所謂的選擇 其實你只不過選擇 不同的是男人 你沒有選過女人 完全沒有 你是選擇男人 不是選擇男人 這個問題就是 我很久之前有人問過 你有沒有試過女人 你怎知道女人不 實是會這樣問 我知道 那我真的會問你 你沒試過男人 你又不知道 然後對方就站在那裡 然後勾了嘴了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是 我就是很多時候 問一些人 有時候很多人 他會在這個話題上面 會覺得同志是有一選的 其實是 那我會跟他說 那你有沒有試過選過 才去喜歡異性的 那他都會說沒有 其實就是這個 那麼與生俱來的一件事 其實就好像呼吸和心跳 你都沒有選什麼時候呼吸 什麼時候心跳 那他自然 那相對 剛才我不是說的 有一大部分人 就偏向主流社會的 就是偏向異性戀那裡 那他可能生活了很多年 照樣可能有伴侶 他的異性伴 伴侶在那裡 突然間 不要說開囂或者什麼 突然間 經歷了一些事情 可能經歷了一些事情 他和一個同性 可能 不要說搞事 當然吸引他 吸引到他 支持他 或者 這些是不是就是所謂 可能就會被人看到後天 有機會 但是是不是真的 有這樣說 有一種叫相性戀 是 因為他本身天生是相性戀的 那他就好很多 可以選擇 那我還未開發到 那一部分 他就是花姐 那當他 原來發覺 原來 一個異性的時候 給不到那些 他需要的東西 給他的時候 他就轉移去 男性 同性 但是他發覺 同性又OK 自己不抗拒 甚至是他需要的東西 那他自然就 真的這些就叫做 有一間了 當然他 他相性戀的這個身份 是沒有一間的 都是他與生俱來的 只不過他後來 因為他這個 相性戀的人 賦予了他 可以選擇 男還是女的意思 我們差到很遠 很遠 去選擇這件事 那我回到公海 去了公海 那我由公海 又回到海岸 又回到海岸 剛才我們說的一些行為偏差 一些心理偏差 形成一些同志的價值觀問題 一些扭曲 一些很扭曲 甚至乎 我形容是很扭曲的 就是現在時下很流行的 攝影分 即是不是 一部攝影 你對著他打飛機 不 是 哈哈 因為其實我那天 他這樣說的時候 在電話裡說 那我想 要講這個題目 關於開著一個攝影 來 那他就笑了 我說 沒有的了 現在沒有人這種攝影分 太涼了 OK 我不知道 我沒有玩 所以不知道 你不說 攝影分是chemistry的攝影 就是一些吸毒的派對 吸毒的派對 吸毒的派對 攝影分就是 大家明白 Happy Happy 即是吃了東西之後就 搞東西 是的 現在這個問題 就說 SERCH 在香港已經有很多機構 去做這個服務 但是 早 走音我嚇到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早前 那一陣子報道也有說 有些放射的記者就特意去開APP 就去聯絡 認識者 是的 認識這些人 他們不是沒有放射的調查 究竟是多不多 真的有這樣的事 真的 他們的報章就 兩個報紙 自己上網看 那 就多的 甚至乎我們自己開APP 都經常見到的 我自己開APP 都遇到很多人去問這些 其實我暫時就沒有接觸 不是 我有接觸過吸毒的朋友 甚至是同志朋友 對我來說 大部分他們也是吸食冰毒的 因為價錢比較便宜 如果你說其他類型的毒品 不是沒有 譬如某程度 可能Cooking 他們又未必給得起 太貴 但是冰毒在這個 容易得到 甚至乎他們很容易拿到火 那這個怎樣拿到火 我當然不知道 也是犯法的 但是為什麼他們會 要靠毒品去做愛呢 簡單來說 其實我自己離身 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我意思是沒有 我沒有 我都沒有 一切都是源於 我的Client告訴我 因為事實上就是 我都發覺近這幾年 真的多了很多Client 是因為這個問題 而導致有一些情緒 或者精神上出現了問題 是因為吸完毒之後 找我去做治療 真的多了 這個事實 以前可能要找一個 有做這件事 你好像找恐龍那麼難的 但是現在是 反而沒做過這件事 就好像找恐龍那麼難 我發覺 是的 這個也挺特別的 那他們 告訴我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為什麼會去做這件事 其實他們 不是我們想像之中 這樣 很有心地去做這件事 當初 是的 反而是可能 他愚蠢蠢地走去Planty 那大家 那些朋友都知道 蛙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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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蛙 那些廣告啊 幾十年前那些政府宣傳片 那些真的 那他就覺得 那他就覺得 一次的 我懂得玩就不會上癮的了 然後沒事 你不懂第二次就可以了 其實很多時候是源於那一句說話 那一個信念就是 那我很克制到的 我怎麼會上癮 我不怕 因為當時那一刻你是清醒的 是的 還有你很相信那個朋友 你覺得那個朋友怎麼會點你呢 還有一群人都在做這件事 你不做 怪獸 你會很大壓力的 你生存不到 這個是我們人類 是一個很衰的一個 的心理狀態來的 那會受到的影響 好了 結果有一次之後 就慘了 其實不要小看那一次 其實那一次呢 就已經埋下了伏線了 你整個人生其實已經很不同 是的 那是不是就是叫上癮呢 其實呢 我會這樣界定的 第一次就不會叫上癮的 那為什麼上癮呢 就是你開始想有第二次 嗯 其實你想有第二次呢 其實已經是常癮的 因為第一次呢 因為第一次呢 據我聽回來的 跟別人交流的 的用意是怎樣呢 你第一次之後呢 因為你第一次其實 你未必那麼 high 或者未必那麼 投入 在那個毒品裡面 是 通常那些人呢 第一次呢 是投入在性愛那方面 嗯 嗯 那如果他是很需求這一點 的時候呢 他就會想第二次 但是你要接觸那幫人 嗯 那就會有第二次 嗯 這個就是很多時候這樣 就是大家的關係影響了 對 你身邊有這些朋友 你自然就會想 還有另外一件事呢 也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但是吸食冰毒的人呢 有一個很大的共通點 就是瘦 是 是 必然的 就是瘦 那 還有 他們 不會想自己肥的 有些人當作是減肥的 是 那雖然瘦 瘦 每個人都想瘦的 那也有些人想肥的 不要那麼驕傲啊 你的樣子 對 那不是 我瘦得來也有 有少少 夠了 好自卑 你身邊 就瘦到一條層條 那樣 而但是究竟 是瘦得健不健康啊 是健康 究竟是怎樣啊 那這個就是 那個 核心的問題 那有些什麼缺點呢 吸食冰毒 其實呢 就是剛才你說得很好 那瘦是其中一個的 就是 令到他們表證的 其實是 那這個可以是一個 一個好像 都幾好啊 但是同時其實 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無論你肥好 瘦好 我經常跟那些客人說 最重要是健康 這個瘦 是不是健康的瘦呢 我接觸那些客人 或者是就是 冰毒 其實我發覺 很多人其實不知道 冰毒是有什麼的壞處 他們不知道的 他們只是知道我瘦 其實瘦是怎樣 因為 你瘦是因為你吃不到東西 你是沒有胃口 它能夠令到你沒有胃口的 那你自然就持續不吃東西 持續不吃東西 就會瘦 另外就是 可能也有機會 你吃不到東西 為什麼呢 就是 我試過一個客人 他也是接觸冰毒的 那麼 他 整個身子都爛了 是起了一些 所謂的冰毒瘡 是很誇張的 整身都是很大 好像一些濕疹 很噁心的 是很噁心的 甚至乎是很大顆 甚至乎是很大顆 甚至乎是 那麼他説原來 一有些瘡起的時候 他痛到是好像蟲咬 那麼辛苦 然後會爆血的 他說一爆 他整張床單是會碰的 嗯 那麼他動不了 那麼他下不了床 就吃不到東西 尤其是自己住 那麼他沒辦法吃東西的 那麼他自然 我現在看到他是 其實那時候他找我的時候 其實是被我最原先見他的時候 瘦了起碼30磅 嗯 他本身都不肥 然後再瘦了30磅 是落了形的 那麼臉又凹了啊 然後 甚至乎他整個人的精神狀態 其實很差 嗯 那除了 這個是身體的痛楚 就是身體的仇苦 對於 其實他是會 吃了我們的腦 是的 這個才是 我 我 根據我馮小禧這麼多年的經驗 我一看那個人 就知道他有沒有 進食這個冰毒 真的看得出的 真的看得出的 首先外表啦 第二跟他們的對談啦 他們說話是很急速啦 很疾 很跳的 對 還有他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是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對 他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還有他們的眼神是比較柔軟的 對 如果還在吃那些人 對 這個是 我看得太多了 很容易的 就是你在某一些場合 看到一堆同志 你就會看到 大家都知道 現在哪個地方 哪個吸靈場 最多人 是吧 那你去看一看對方 其實你是知道的 就是 這個就是 我想不明白 又 爛身爛細 不是吸食緊的時候 是有這個狀態 其實就算戒了 都會有什麼 對 因為是永久 因為是永久的 因為你一吃了毒品 你碰那一刻 其實那個毒品已經是傷害了你的大腦 你大腦其實是每一部分都很重要的 你試想想 你如果讓你選 如果當你可以選 它損害哪一部分 你覺得損害哪一部分不重要 不會的 其實啪啪都重要 而且不是你控制的 那些東西是一些附帶下來的作用 我有一個朋友 他只是吸食了半年 半年而已 現在都市隔十年了 差不多十年前 他自己當時受到壞朋友影響 吸食了半年 他又不是每天 可能每一個星期都兩三次 那個影響其實是他自己知道的 其實是沒有改變的 因為譬如說話 跳舞 但是他很努力訓練 希望自己可以有進步 更加正常人 其實我在這十年裡 看到這個朋友 我覺得他真的很痛苦 因為 首先他可能會被人歧視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知道這個情況 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是這樣 也知道 另外就是他真的要很努力 他要練習他的努力 他的努力 這個是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如果有看我們的節目 也有自己有急毒的朋友 就不要說我們老土 或者什麼 我覺得本身這件事 已經是又浪費錢又不好 第二就會傷害我們身體 第三 我經常都說的 性行為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性行為是要一個安全的性行為 有很多時候因為 一些叫做Camp Party Camp Fun Party 很多人 甚至乎有些打針 當你吸食了毒品之後 你的意識就會降低了 就會可能小心地發生了很多不安全的性行為 這一個是非常不好的行為 雖然經常都說A10 甚至乎其他性病是有得醫 但是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當你吸了冰毒的時候 其實下一步就去到什麼呢 因為你損壞了腦 那繼而就是你會有精神病 嗯 是的 那今天節目時間 一說這些 我是停不了的 因為我經常都很想說Camp Fun 這件事 我希望 看看有時間 我們再討論一下Camp Fun 為什麼那些人會選擇這件事 還有究竟是一些 令到他們這麼吸引的原因是什麼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Angus 我是 有什麼問題 可以inbox我們菊花台的Fan Page 或者有什麼心理問題可以找Angus Fan Page inbox它 好了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